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伤害打击 还要把他骗了之后进行两次高伤害打击 我们期待这个剧本能不能成功 二号位左思跳了一钟 三号位记张飞说鲁树偏反 因为朝越要裸奔可以跟鲁树玩配合 鲁树打字说不是啊 你要看我的位置 我的远位怎么能偏反呢 但不管怎么说张飞嘴上喊着鲁树偏反 然后把自己嘴上喊着鲁树偏钟 说错了 然后把自己跟鲁树捆绑起来 这有点像反贼的意思啊 当然这有可能他嘴上说一套 实际上做一套 是吧 好 我们这个国家继续跟着打鲁树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鲁树说都是会玩的人啊 都是会玩的人 我看看你到底是中还是凡 他首先要限制国家的距离啊 结果国家不给 同时还对这个借张飞限制借张飞的手牌啊 这个国家也不是很 不是觉得借张飞是跟他一边的 好 这个鲁树来了一个火宫 主公命中了 十八九应该是忠诚啊 这个主公也悲剧的判了一黑牌啊 这时候他把牌摸的比较多就头疼了 哎 这个鲁树换了我们跟这个邓爱啊 让我们得到邓爱的两张杀和一张九啊 那个不知道有什么 就后面会有什么好的发挥啊 邓爱也得到我们的牌啊 这个牌数没变 他就白白送了邓爱一个田啊 不知道为什么对邓爱这么好 好 我们看张一彩跳了一反贼 我们这个位置直接可以九杀主公了吗 主公手上还有没有伞力 哎 我们直接裸一了一下 哎 看见没有我们说了 我们有更高远的目标啊 这个九杀如果主公有伞 他伞过了的话啊 我们就这个这个直线不了我们的高远目标 我们想把让主公把牌给我们 但是发现没有张一彩这个加一马啊 我们喊了一声神加一啊 这样为我们不杀张一彩提供了借口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神加一 所以主公也没有明见我们啊 我们即使跳了一钟啊 主公也没有明见我们 如果他手上没有武器的话 他给我们牌也是白白浪费 还会被鲁树给换走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啊 我们不一定能骗到主公的牌啊 这第一轮过去我们这个刚才的努力 等于白费了 我们只能看后面有没有这个这个 那个后面还有没有机会啊 把主公骗一骗啊 第一轮就这么这个这个卧底啊 只能咬着牙继续卧下去了 是吧 好 我们张飞开了一个五谷 把自己血线回满 看这个国家到底是和邓爱 是什么身份啊 这个该揭开了吧 国家果然是忠诚啊 刚才那个盲鲁树 看样子确实是忠无疑 好 这个鲁树被打到一血了 你撑住啊 兄弟啊 看这个邓爱 跳什么身份 他如果是忠估计又会继续打鲁树了 是吧 哎 这个邓爱挂起东西不动啊 继续保持低调啊 看看这个鲁树 因为国家是一牌 他没法耗施 看到帝蒙是怎么个帝蒙法 啊 这个无中生有 哎 邓爱跳了一反贼 他意思是鲁树赶紧换我的牌啊 我的牌扫 又囤了一天啊 又要那个又 又把自己的牌搞扫 鲁树给他一换 给邓爱四个天啊 这个邓爱赚宝了 在鲁树的包养下眼看 我们反贼方就要大大的爽一把了啊 是吧 我们也打了一个邓爱爽歪歪啊 我们羡慕嫉妒恨啊 你主公啥时候包养我们呢 结果主公被乐不失属了 这是悲剧啊 哎呀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张云彩 万一有别的想法怎么办啊 就像我们说的曹瑞主公 那个这个这个没有判官存在 他这是命是相当硬的 而我们这个戒血楚国 确实命不够硬 是吧 这是这造成副收益了啊 这没办法 这是我们一桩不但没有骗到 这个祖宗方的什么东西 反而被自己人打成这个熊样了 还没乐了 一血被乐啊 悲剧啊 只能裸一啊 裸一三脊狼了什么 反正我们摸牌也是白摸啊 直接弃两张杀 给我们心裁 心裁妹妹摸一张牌过啊 这个主公被乐 我们又没有骗到任何收益 哎 看样子 这次双生分要以失败告终啊 两轮过去 一点收益没骗到 反而被队友打成这个熊样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佐斯第三轮开始了 佐斯忠臣开了一个这个万剑七八的 这个张飞就应该是在中类了 是吧 先先标个中 还有我们骗国家的牌也骗不到吗 当然国家想着给我们也是被鲁树换走 是吧 肯定是自己拿着 好 这个万剑七八鲁树死了没 手上留了一伞 没死啊 我们这个桃 哎 这个忠臣替我们打了一个无懈 哎呀 这个曹瑞终于 卧底三轮终于有收益了 这曹瑞这一个灰头 神奇的胖虹 给我们加了一滴血 哎呀 这下子爽了 是吧 我们这个没有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终于骗到了 我们想要的收益 哎呀 奇怪啊 这张飞这时候那天就跳了吗 这把我们的桃子给拆了 这个这个不对啊 这是反贼鲁树还没死啊 张飞为什么要跳内啊 先给他标个反再说吧 他跳的是反啊 好 我们看这个国家一刀下去 想收鲁树没成 是吧 这个灯爱爆发了 加油冲啊 四个田啊 屯田日久 当剑齐功了 好先来 这个 两个奇袭啊 把这个国家给牌给扒光啊 然后呢要 哎呦果然 扒光了 古定刀九 杀 哎呀 这个我们还没有打出这种 这个威力的这个裸衣九杀来 结果被灯爱 抢了我们的风头啊 这一个古定九杀 三血 哎呦 这个结果主攻把捞回来了 这样的话 这个组中方就一下子要摸六张牌 但是两张牌 国家已经塞到我们手上了 这下子就有安全感了 在第三轮的时候 我们这个身份装的 终于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损失 连本带利赚回了不少 是吧 哎呦 邓爱这个蓝蛮就有点 就有点就有点蹊跷了 这蓝蛮下去 他不知道鲁树要死吗 这是这这什么情况 哎呦 我们看张飞果然是反贼 那看样子 肯定身份是这样的 在我们眼里是清楚的 这个张飞显然是 这个真正的反贼 而邓爱 他跟我们一样 演技派 把鲁树骗得团团转 他在鲁树身上赚了不少 这个收益 是吧 幸亏还有我们还是真正的影帝 在这里 如果我们这把不是影帝的话 这个这个邓爱把鲁树骗成这个样子 四十八九 咱们反贼要要要给内奸打工了 是吧 好 大家看这一轮我们继续赚到收益 是吧 把这个国家 从国家手上骗了四张牌 这个邓爱终于露出锋利的牙齿 这一个挂出诸葛连鲁 直接要把这个鲁树给收了 鲁树在大叫 你这个菜疗 是吧 鲁树如果直接走的话 肯定心里觉得 这回又碰到一个菜疗反贼邓爱 我把我辛辛苦苦抱怨他这么久 他竟然在我这个反贼核心 要行动的时候将我凸死了 这简直是没有天理 是吧 然后这个张云散也表示 我同意 那个陈副义 邓爱确实打得太坑了 你全对核心 你就这么收 但是在我们心里是明白的 这邓爱不是个坑货 相反是个跟我们一样的 这个高手 是吧 把这个鲁树骗得团团转 从此成功的收了一中一反 但是他并不知道 我们还是这个潜伏的这个反贼 在他的眼里 这个在他的眼里 现在是忠诚方的势力 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除了佐斯和我们以外 我们佐斯跟我们以外 是有一个假的 假的这个忠诚在这里面了 但是当然好像并没有管这一切 是吧 继续要突死纪狼飞 进入五人局 纪狼飞直接就气这个酒不喝了 这样的话就又白白的浪内奸 赚了这个三张牌 现在形势对我们反贼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力 就看看我们人们把这个主攻的牌给骗到 然后靠着我们的裸衣连着两个杀 将主攻带飞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是吧 结果这个张亦彩还是 张亦彩已经不知道 两个反贼已经阵亡 你只有唯一的一个队友了吗 他还是认为邓爱是他的队友 行那你既然这么认为啊 我们就让你认为到底啊 这时候挂上藤甲了 气着只能气两个杀 直接过了是吧 看这个主攻 这时候你不包养我们一下 这能看 好主攻这个过个拆桥 他如果拆加一码的话 有可能就会包养我们了 所以我们赶紧武器 果然拆了加一码 又开了一桃源 来 哎呦 这个主攻看着 还是没有民间我们啊 可能是还有一个人王盾 他可能手上是黑杀 民间我们觉得 我们还是打不出进攻来 是吧 这是头疼 好 这时候左辞开了一南蛮录青 但在左辞眼里 可能我们就是累了 是吧 哎呦 这个主攻漂亮啊 第四轮又骗大了 主攻再次一个 仗着自己是满血 再次对我们发动灰土 大家可以看到 曹瑞这两个技能 如果对敌人用了 对队友用的话 都是队友受益 是吧 一旦他没有分期中队友 那这样的话 那个这个 作为装身份的这一方 获益就是巨大的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邓爱 正好他在继续打 这个真正的忠诚 左辞 当然也可能是在他内间的眼里 左辞比我们戒血处 要拦得控 是吧 他虽然不知道 哪个是真正的忠诚 但是他知道 这个左辞 肯定是比我们要拦得控的 好 这个张一财开始 突突突 左辞了 终于没有再打我们了 但是他又挂了一个加一码 哎呀 这样的话 要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选择决斗张一财啊 这时候看样子 是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主公一定要骗到啊 不骗到 不罢休了 是吧 这个等待在犹豫 哎 等待终于 搞不清楚场上的状况了啊 这是怎么 左辞跟这个许楚还在中 他没办法 他是他作为唯一的盟友 他只能掏出一个桃子 来救张一财 好 我们通过这个表现 终于骗到了这个主公 是吧 这个主公这个这个内裤可真紧啊 这时候终于 在我们这一个决斗张一财下 向我们敞开了 敞开了他的菊花 送给了我们一张沙 我们如果裸衣再来一张沙的话 就可以连续抱他两次啊 哎 这个等待居然也开始杀这个朝日 哎呀 可惜朝日判了一个红 是吧 当然判红也好啊 反正我们这个九沙 你判黑 我们还不知道 你是不是来了一个伞 是吧 好 来 那命来 希望伞电不要批我们 是吧 来 过来打一架 哎呀 居然一个沙都没有 哎 悲剧 但不管怎么说了 这一个九火沙 三血应该可以 那个交代了 毕竟还有心衰啊 这个邓爱果然 替朝日挡了一刀 朝日盼了一黑 摸了三张牌 过啊 是吧 我们终于握理了这么多轮啊 在第三轮的时候 赚到所以在第五轮的时候 才把主公的这个内裤给骗到手 这真是 也这个艰苦啊 这是不容易啊 但是我们终于 我们的努力有了白费 有了回报 是吧 就像那个 那个无间道里面的三连又三连 三连又三连 我们三轮又三轮 三轮又三轮 第二个三轮的时候 终于什么都撞回来了 什么都值了 是吧 哎呦 这个佐斯还够悲剧 直接被这个闪电给劈死了 这样的话 神仙难救 是吧 基本上他只有两个酒 这么走了啊 既然进入了欢乐2v2啊 希望这时候张英才 该应该看清场上的形势了啊 这个主公再次露出了菊花啊 我们一个裸衣 就可以将这个朝日给代飞 是吧 哎呦 但是这个邓爱 忍不住把自己的这个伞 给了这个朝日 他肯定是给了伞啊 因为我们这个威慑在看张英才能不能把他的伞给消耗掉 这一个杀 朝日肯定是不敢伞啊 这一个灰拓摸一张牌 再一个杀 看样子 这张牌如果不是九桃的话 朝日就必然会伞了 是吧 来 我们来一个裸衣 该来个杀了吧 好 就要这张杀 啪 这一杀 中了凉血啊 看这个灯爱有几个桃 没有桃 终于啊 主公挂了 我们就是这 卧底这么多人 终于让你见识到了我们这个借胖子的威力 是吧 那一个九杀三血啊 虽然主公仗的心衰没死 第二次这个裸衣杀 主公终于扛不住了 这次装身份还是非常的凶险啊 这剧情并不像那个我们计划的那个样子啊 所以第一轮 因为有鲁树的存在 加上这个张英才的加一马 这个主公即使有杀也不会给我们 是吧 然后第二轮同样啊 那个没有给我们 主公没有给我们 反而被队友张英才打成一血 但是第三轮的时候 什么都止了啊 主公两次挥拓用在我们身上 包括郭佳 也给我们分了四张牌啊 就是这基本上全部赚的差不多了啊 然后在最后的第六轮的时候 我们把张英把队友啊 卖到了家是吧 还骗了内奸一个桃子 终于赢得了主公的信任 把主公将所有的手牌给了我们 同时向我们裸露了菊花 我们一个九裸衣杀 交作人 好第二局 再看又是一个反装中 刚才这个八号位戒徐鼠反 装忠诚骗这个曹瑞 这位看我们七号位 司马朗反贼来装忠诚骗这个刘备 说实话 我们是真忠诚的话 跟刘备是有配合的 刘备是很容易把自己的手牌 调整到一张或者是零张的 这时候我们的郡兵 就可以稳定的给刘备补牌了 刘备一上来 对他的这个假儿子刘锋 就不还好意 哎呦 这个法阵还真配合 直接就跟他搞起了 是吧 那这样连续搞的话 如果这八张牌都是好牌 用得出去的牌的话 这样的法阵待会会相当的暴力 这样他十牌启动 如果这八张牌基本牌占多数的话 这样的刷牌的效率并不高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刘备 这个手上本来可以存五张牌 现在只有三张牌 法阵怒气四个杀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好 我们看这个服完 挑了一反贼 开始直接顶着这个法阵的恩怨 就要干了 是吧 一下子扒掉法阵一个桃 被恩怨了一下 又挂起了诸葛连弩 一个顺手牵羊 看到顺什么牌 没有顺藤甲 因为他这个谋魁可以扒掉藤甲 他已经确定法阵没有散了 是吧 好 这个法阵再次恩怨 结果服完 这是 又掏出一个决斗 结果法阵最后是个杀 这个服完悲剧 好在他还有一个桃子 是吧 这个没有杀就不要再决斗了 是吧 悲剧 好 这个服完发动了一个军兵 我们给了他两张解码 看样子我们是不打算 不打算留这个服完了 小王这个决斗将他收了 这个元素贝勒 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直接就这么过了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诸葛亮在这的关心 我们这个老丞相 是刘备的忠诚风 挂了一个杖八蛇毛 这个顺手牵羊 将刘峰的这个乐术顺走 有一个九杀 拍向法阵 这是反贼无疑 法阵这时候求两个逃 这是刘备 逃不出逃走 第一轮下去 反贼方就跟这个忠诚方 发生了对峙 这个法阵死了 这个服完的三张牌是我们的 这样的话 如果这三张牌录入我们手中 这个交换是值得的是吧 好 我们把九杀给了诸葛亮 这这么暴力的牌 就直接给诸葛亮了 当然反正是我们一边的 无谁 好 这时候刘峰果然也是个反贼 那现在身份就出来了 这个佐词元素就是中类了 是吧 但是在其他人眼里 还并不是这样 好 我们看看后面的剧情如何发展 又来了一蓝蛮一来一决斗 这服完的人头是我们了 我们先用一个决斗 将服完给收了 好 看看那个收了之后 后面的剧情怎么走 是吧 哎呦 糟糕 我们这个决斗反贼方不摆仗 他不认为 这是很正常的是吧 反贼方不认为是我们是 这个队友在收人头 有可能是忠诚要抢这个服完人头 这样的话 我们干脆将错就错 强开篮板 认识要收这个服完 是吧 你这样 第一个 这个已经是内讧的一个决斗 没收成 如果你再不把这个人头坚决 收到手的话 待会儿这个佐词跟刘备的联动 这样这三张牌就落入敌人手中了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三张牌收到手 诸葛亮他是能够空城的 我们并不担心 好 我们这个三张牌收到手之后 既然已经被误会了 我们干脆就将错就错 说不定能从刘备手上骗到牌 是吧 我们这时候用了一个火攻 就是这相当于是这个虚晃一枪啊 我们肯定是不会命中的 然后弃这个三张牌留两个铁锁 加一个无蟹 就这么过了 好 看看后面 这个佐词啊 他这个酒师 看上是要搞流风啊 那你就搞吧 好 来一个万剑齐发 我们这个幸好还留了一无蟹 能够挡一挡啊 诸葛亮也要掉血了 这样看样子对反正方不利啊 只能看我们这个卧底来拯救世界了 是吧 好 流风已经一学了 眼看就是要玩的节奏 哎呦 我们啊 我们是卖血流啊 差点忘了 我们是卫国卖血流 这个卖一滴血 无压力啊 但是我们手上没红牌啊 看看刘备能不能给点牌 但刘备又被乐了 当然我们可以给他打无蟹 果然啊 我们给刘备打了无蟹 刘老板赶紧包养我们 是吧 好 这时候刘备连起来想先收人头啊 结果佐斯不配合啊 这样的话 佐斯就是一个没有桃子的内奸 哎呀 我们这白骗了 刘老板这么谨慎啊 这两个牌不给我嘛 当然他可能觉得这个元素是这个 元素是这个啊 这个中反贼的话 因为我们跳钟 他可能怕这个元素酒杀他是吧 就没有把最后的菊花录给我们 结果元素依然跳了一钟 拆了诸葛亮的八卦 收了这个流风啊 这样的话在大家眼里这个忠诚就多了啊 就是死了一个钟 怎么场呢 还有三个钟呢 不知道诸葛亮是怎么想的 他关了一家心 吃了一个桃 然后放了一个蓝蛮 哎呀 悲剧啊 这是我们被打成一血了 是吧 然后佐斯也没有收到啊 守王一守个杀 然后元素也没收到 救我们掉血了啊 这赶赶紧来红牌啊 好 来了两张红牌 漂亮啊 这是两张红牌 我们可以回一血 实际上我们可以顺便让刘备回一血 把这个忠诚的身份给坐实了 是吧 这刘备回不回这一滴血 这个问题不大啊 我们要的就是赢得刘备的信任 然后好先把这个元素给干死 是吧 好 对自己发轮侠军兵 但是大家知道刚当时元素是跳了钟的 他是有拆诸葛亮的这个这个动作 是吧 但是呢 我们可能跳钟跳的比较啊 更加给力 是吧 这个刘备更信任我们 终于开始给我们拍 给我们配合军兵了 还把元素给冰凉寸断了 然后诸葛亮是空城状态下 元素现在即使想打诸葛亮 他也打不了啊 只能再打我啊 他既然打我们 那在刘备眼顶 那你就是反折无疑了 是吧 这是肯定在刘备眼里我们身上挂的是钟啊 元素头上挂的是绿色的帆啊 诸葛亮要拆我们的这个马 肯定是不给的啊 诸葛亮发动了这个军兵 我们再给他一张牌 同时砍了一刀 把这个把这个这个 忠诚的这个呃 民粪做实是吧 如果你不做实的话 你就要死了 你被打成一血 就是说刘备果然给力了 给他两张红牌了 待会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凉血 好 无疑问了 好元素看样子 干脆将错就错啊 刘备竟然认为我是反贼 他干脆他选择跟诸葛亮合作啊 让我们跟刘备合作 他可能觉得反正将借诸葛亮的手 把我们给干掉 是吧 结果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 这个样子 我们是有回复剂的 虽然这个司马朗 靠着他自己的能力 回复是比较难的 但是有刘备的包养 你看我们手上的红牌 基本上不缺啊 这种情况下 你想压我们的血线 是非常困难的事 好 然后这时候这个诸葛亮 他在元素的下架 他就没法包养这个元素了 是吧 他顶多替元素打打工 砍砍我们啊 但是刘备也在替我们打工 砍这个 这个砍这个元素 是吧 好 我们就用一张红闪电 将自己回满 九杀元素 只要我们能干掉元素 诸葛亮马上就知道 我们是卧底 是吧 元素 他只要能干掉我们刘备 估计也能马上知道 这个 他是卧底啊 这个我们就像这个 无间道的一个 这个这个 陈永仁 是吧 一个刘德华 一个一个梁朝伟 一个在这个祖宗方卧底 一个在反贼方卧底 这如果 这把大家发现 如果正常跳身份的话 刘备跟元素的这种配合 绝对是强于诸葛亮 跟斯巴朗的配合 是吧 毕竟诸葛亮他要空城 我们是没法用军兵 跟他配合的 没有排差 但是刘备跟元素 元素这个这个手排流 在刘备的包养下 是非常的暴力的 但是好在 经过我们的卧底 加上刘备的一石糊涂 是吧 元素实际上是跳了忠诚的 他拆了诸葛亮的 把战马蛇毛 不知道刘备是不是不记得了 是吧 但是我们跳中跳的更狠 当然我们也有破绽 我们那次弃两张牌回血的时候 忘记跟刘备回了一滴血 是吧 但是这个破绽并没有被刘备给捕捉到 现在我们肯定是把忠诚跳的实时的 不管我们的桃子给刘备给的再多的桃 只要现在刘备信了我们 我们给他再多的桃都是没问题的 他肯定是不会把桃子给用在元素实际上的 是吧 我们在被勒的时候 诸葛亮有冠师傅居然都不扛我们 诸葛亮看样子了 难道他心里也有怀疑了 好 这时候刘备给我们发 我们肯定是要跟他发动的 同时要给刘备好牌的是吧 千万不能让刘备怀疑我们 他一旦怀疑我们 我们事情就不好办了 我们斯巴朗的强度一半 都是靠刘备的包养来发挥的 他一旦不包养我们 我们可能很有可能就扛不住了 是吧 大家看到现在已经够头疼了了 诸葛亮又继续打我们的牌 好在他打掉了我们是黑牌 是吧 好 我们这有一个桃 有一个红牌 肯定是可以把血线给回起来的 这是这火攻何必呢 留着回自己的血 可能我们想看一下元素的牌 元素看样子好牌不少 好 我们就有刘备的包养 我们直接再把桃子还给刘备 坚持保证刘备的信任 是吧 我们一旦没有刘备的信任 是很头疼的一件事 既然刘备信了我们 后面肯定好办了 但元素每次过牌量还是挺大的 有三个势力 每次摸五牌 我们挺头人怎么打都打不下来的感觉 是吧 现在他又挂了一个人光队 我们只能转移目标 打自己的队友出个量了 好 哎呀 这个刘备给力了 这一下子给了这么多牌 给了这么多牌 但这个闪电 如果批我们的话 不要紧 我们死不了 是吧 刚说我们死不了 这样子元素也死不了 是吧 这真是元素的恢复能力太让我们头疼了 是吧 好 这一刹我们肯定闪 它是寒命剑 这个闪电 批我们也好 把元素的血线压下来 我们是可以瞬间把血量给回上来的 是吧 好 一只手 我们居然 我们想利用刘备传导搞元素 是吧 这是刘备 肯定他想着自己是可以回血的 肯定会配合我们的是吧 而且我们知道刘备手上是是个伞 他既然没有伞的话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好 刘备果然刚才掉了你的血 又回来了 同时把元素这个血线又压了一下 我们继续跟刘备愉快的玩耍 每次都给刘备散个桃 这样的好牌赢得他的信任 看这个闪电不要屁股门 看出个量 看认识找不到什么好牌 找不到什么闪电牌 好 我们来了杖八舌包 争取每回合一杀 赶紧把元素给削下去 这把元素 持久能力实在是太让人头疼了 太让人弹疼了 好 我们再次军兵就给刘备一个桃 这时候桃子给刘备身上是非常安全的 是吧 你反正你刘备满血 现在只要元素死 结果元素又持满了 这简直是 这难道叫又要三连又三连 三连再三连打的没完没了了吗 然后这个诸葛亮又去决斗一个刘备 做这个无用功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但是刘备肯定是很安全的 但我们作为反贼 现在刘备安全 对我们来说确实一个好事 给刘备一个桃子 对给刘备一个桃子 千万不要让刘备怀疑自己 好 这个元素终于露出汹涌的牙齿来了 想借着刘备将我们压到医血 但是我们又有八卦阵 又有加一码 诸葛亮能够把火力跟上吗 何况我们手上有两个桃 是吧 来来来 你火锅我们死不了 吃一个桃 还是有两张红牌 待会一瞬间就毁满了 是吧 杀元素一刀 然后发动一个去击 同时给我们跟刘备各回一滴血 把这个忠诚的身份坐实 这个元素就老老实实的受死吧 好 这个元素终于被压成了医血 哎呦 好 元素终于打了这么久 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火宫自己放弃了 同时亮出他的忠诚身份 他带着满心的不甘 满心的郁闷 将自己火宫 以自己的死向主公证明他的忠心 电视剧里经常有情节 要把自己的心掏出来 给主公看 主公就是不信任你 这时候忠诚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来 给主公看 元素终于搞了这么久 把自己的心掏出来了 这时候录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 在这里卡住了 但是后面的已经不用说了 肯定元素一死就是二五一一 刘备已经被欧成这样回天乏术了 这把我们在收服完这个动作 之前我们可能没有想装身份 在收服完被反贼捞起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身份已经没办法了 已经被混淆了 既然如此就装到底 而且主公是一个能够包养他的队友的一个主公 这种包养是 这种配合是主是我们在占便宜 我再次强调三公沙的配合并不是一旦配合就两个人都一起爽 其中是有一个人在占便宜 有一个人是在吃亏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在身份局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刘备 曹瑞这种配合都是让别人占便宜 包括鲁树 刚才鲁树不是被邓爱骗了吗 这种让别人占便宜的配合的武将在身份局是要减分的 而且因为他们一旦身份被迷惑了 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 这把就是如果是身份正常的打 刘备加元素肯定是能够打赢诸葛亮加斯马朗的 但是身份被混乱了之后 刘备加我们斯马朗的这种2v2 对元素跟诸葛亮的2v2马上形式就不一样了 打了后面元素直接失去了信心 火攻自己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祖宏看 他的这个赤城的忠心 祖宏看见了之后也回天无力了 只能为自己的刚才的所作所为留下悔恨的泪水 但这局的胜利我们拿下了 好不知不觉到了我们最后第三局压咒的反装中了 这回三则全部是反贼 而且都是反贼装中神 但是万事皆有例外 刚刚讲了配合的时候要看谁占便宜 这回就来了一个汉仙帝留邪反 汉仙帝留邪跟曹瑞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无论跟谁配合都是别人占便宜 他吃亏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所有的手牌给交出去 这种情况下你来反装身份 你能获得收益吗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我们静观其变 这把一上来 孙策主攻 然后连着2号位3号位 两个不动的 两个蹲坑的 这样更适合我们把身份给混乱了 这个接着4号位孙策也没有动 起了一个伞一个7点的红沙 然后还有一个接点的黑沙 就这么过了 好 我们看这个张星才来了一个枪舞 路判路判疑4点 连起了火工跟孙策 主攻跟孙策 开始要一个沙朝孙策过去 孙策枪说了一个老残 两个沙再杀上去 孙策枪打字我丢了红沙 你要通过细节看身份 我丢了一个4点的还是7点的红沙 是吧 明明白的我是跳反 是吧 中国语言表示我已经跳了 反而我没有把红沙制霸给孙策 你应该知道 这时候张一彩不管不顾 继续再来打 所以中央相开始骂 骂脏话 是吧 这个吕文表示你慢点骂 我说不定张一彩是中呢 然后孙策枪说他是中 他会连孙策吗 表示怀疑 但是孙策作为卖血流 卖血流主攻 谁说中就不能年龄 好 张一彩又给了孙策一刀 看样子真的是烦 但他乐不思俗 他把孙策的血线压了上去 的确没有乐主攻十六八九是忠诚了 看样子真的是忠诚 在孙策枪说他是反贼之后 就更加确信了 这个孙策枪还是认为 这个张一彩是反贼 是吧 然后骂了一句自己走了 好了 我们干脆将错就错 我们给主攻两张牌 让他去拼自己的忠诚 这样的话 只要我们流血 给牌给对方给的少 因为他拼点的时候还要消耗 所以说还是可以赚到收益的 是吧 我们给这个两排的相当于两排发动离间 是一个零收益 是吧 但是这个两排离间之后 我们换了一个身份 那说不定就会有不不一样的 这个这个收获力 有说不定有别样的收获 是吧 目前还是没有看见的 是吧 好 这个八号位戒律部 果然挑了一反贼 主攻两个闪闪过 就挂上一个人望段 看起来这个这个主攻威力还是不错的 好 这个戒律盟觉醒了 看他去攻心谁 那攻心的这个牌度的刘表 也不代表啥 是吧 拆了刘表一个桃子 刘表还要继续蹲坑吗 就表示 接着蹲 我这个感觉肚子不太不太舒服 是吧 再蹲一轮 好 雾气这么多基本牌 这时候张英才跟这个二张同时发财 是吧 好 这个张英才一个过河拆桥 这十八号中成已经跳实了 就是不打 就是不搞主攻 是吧 然后那当然这个主攻已经三血 他可能作为反贼再搞也没什么意思 但是通过他连续的这么多动作 十八九就是忠诚了 甚至也没有搞我们 他过河拆桥没有猜我们刘邪的神器 这个藤甲肯定是中 好 我们把两个A点给这个二张 让他去拼 这个张英才 我们并不知道二张的身份 反正我们是要搞这个张英才 毕竟张英才刚才的动作 在主攻眼里可以是中也可以是反 只有我们握体清楚张英才十八九是中 然后二张忠诚也跳出来了 他们两个东坑王 一个吕蒙 一个刘表 这是有一个是反贼 有一个是内奸的是吧 但是在别人眼里 当然别的眼里可能也以为张英才是反贼 也不能没确定 但是二张肯定是被我们迷惑了 是吧 二张眼里张英才就十八九是反贼了 因为我们一直在引导火力对着张英才身上打 是吧 这个二张就被我们不知不觉的引导了 将火力集中在张英才身上 同时我们有藤甲 他开了一个蓝蛮 看样子是要送主攻觉醒的节奏 他如果有红沙的话 果然拿着一个红沙 主攻觉醒了 看这个吕蒙给不给力 能不能把主攻给突下来 好 我们这时候吕蒙跳了一反贼 想保护这个张英才 二张 但是吕蒙没有想到他保护的并不是反贼 而是忠诚 这也是比较坑 这是装身份 必然的你能够骗敌人 也同时也会骗队友 就看敌人被你骗的惨 还是队友被你骗的惨了 好 这个戒律步继续杀二张 被二张两个闪闪掉 我们的收益来了 这个主攻包养我们了 给我们白白的送了两张牌 然后同时 继续在砍他的忠诚 可惜张英才没有被他砍死 如果被砍死了 主攻这个一个挥内 该有多么幸福 好 我们看戒律崩继续行动 看他会打隋岭 那是搞顺策 把陶渊结义放到排队岭 那这样的话就会被刘表给摸倒 刘表还继续蹲 刘表表示我已经蹲不住了 出来了 刘表也跳了一番 好 看着我们的表演 让内奸直接站到了反贼的阵营里面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刘表开了一万箭 张英才倒下 果然是忠诚 我们已经在人路上 帮回了烈士 是吧 死了一个反贼兽 接着死了一个忠 而且主攻还是医血 看这个刘表 这个吕蒙 这两个里面肯定有一个内奸 被我们误导了 是吧 好 我们解了这个铁锁 又开了一栏盘 显然是想打死主攻的角色 这时候我们已经露出锋利的牙齿了 我们已经不是 已经不是忠诚了 是吧 这个主攻吃了一套 喝了一酒 没有死成 刘表出了一杀 好 我们要不要杀 这个二张一下 同时再用这个木楼梦把离间一下 好 把木楼梦把给了刘表 看这个让刘表去打二张 刘表果然给力 一个九点的九将二张打了 看样子主攻是一血 十有八角有桃子也不会救了 我们这一番表演 将身份反跳回来 让两个忠诚都已经阵亡了 现在三个反都在 现在只对一个主攻和一个内奸 是吧 而且主攻还不知道内奸是谁 他选择扒这个借吕蒙 借吕蒙气了牌之后 然后主攻被乐 借吕蒙打了一个无蟹 看样子吕蒙才是内奸 这个主攻一时糊涂 又扒了内奸的牌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 这个身份装的非常的漂亮 把收益骗得大大的 这把一上来 尝尝身份的混乱 是由张一彩 他这个忠诚主动挑起 这在孙策主攻 忠诚主动挑起身份混乱 是不错的 他连孙上香跟孙策 反正孙策不招打 招打还可以觉醒 是吧 何乐而不为 老孙上香通过一个骂人 彻底的暴露了他的身份牌 让张一彩更加确信无疑 他是反贼拼命的打他 打完之后 张一彩莫名其妙的 杀了孙策一刀 把孙策搞到三血 可能为了方便后面的觉醒 还是怎么怎么着 那我们就将错就错 就借此将反贼的身份 嫁祸到张一彩身上 用两张牌给主攻的方式 这个天命 这个复收益并没有太大 是吧 让这个主攻误以为张一彩 才是这个反贼 我们是这个忠诚 同时也迷惑了二张 我们连续的对张一彩进攻 将这个二张的火力 误导在了张一彩身上 但是这个现在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刘表的爆发 还有主攻的包养 将我们再连着两次 刘表跟我们的联动 将这个二张打死 先打死张一彩 再打死二张 进行这个取得人数上的领先 结果没想到 觉醒孙策就是不一样 大家黑这个孙策 是黑的是觉醒前的孙白板 是吧 觉醒后的孙策 很难被称为白板 那简直就是威风 威风八面 这是这一下子威风的 眼看着我们的人数优势就要没了 这个刘表死不了 我们刚才给了他一个桃子 但是吕布已经是一血 零排 然后这个刘表也是一血 刚才这个借礼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拆掉这个刘表的桃云结议 把他放到排队顶 那这样的话 刘表这个自首之后 桃云结议就就相当于他自己的桃子 他是可以吃的是吧 好 我们现在又有一个九 肯定继续保养刘表 来拼这个借礼盟 是吧 我们想着如果拼这个孙策的话 这个吕布的火力十有八秒是跟不上的 这有一个人王盾 这样一血的孙策 这个八人 八得更厉害 是吧 哎呦 但是我们这个吕布显然是卡了 他目楼有马也不用 就直接弃了一个火宫 不知道是不是卡了 然后孙策开始来扒他 这个吕布留了一张牌 哎呦 这个孙策这个蓝蛮路星 看样子我们这个人数优势 肯定是要化于无形了 是吧 毕竟他没有出沙呢 好 看这个吕布死了没 点了个托管 吃了一个桃子了 孙策再一个 一个沙 哎呦 孙策断沙了 这个吕布的菊花保住了 但是这个吕蒙 十八九是不会让这个吕布再活了 看他会不会将自己的这个刀弄出来 好 没有 吕布再活一轮 千万再坚持 坚持 好 这个刘表因为被这个吕蒙控了牌 他如果直接摸的话 肯定要摸到一张红桃的伞 是吧 干脆自首能够多摸一点牌 好 我们这一杀一张牌的话就就别用刘表了 用主攻了 一张牌的话就不要 这就相当于一个离间的效果 你不要给队友 一张牌给队友拼的话 这个相当于拼赢了 是刚才这个因为是拼的不赢不输 就相当于一个零收益 就把这个那张牌当过格拆桥用了 是吧 如果拼输的话 负收益是很大的 拼赢的话也看对方是散了没有 对 拼赢的话也顶多就是一收益而已 是吧 好 哎呀 大家看到这个戒利萌发飙了 这个利用这个主攻进行传导 然后我们掉了两血 同时收了这个戒铝墓 戒铝墓的这个人头 戒铝墓肯定是卡了 连续的两轮没动 刚才有红沙也没有出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吧 然后戒利萌因为出了沙 所以桃子已经留不住了 将两个桃全部吃光 将自己吃到满血 这时候刘表来了一个决斗 看看能不能代飞顺策 哎 果然 这个戒利萌因为出了沙 留不住牌 将桃子吃光 导致这个伊雪的主攻 被我们的大表哥给带飞了 这把也是非常迭宕起伏了 一次无间道 是吧 我们利用这个张英彩 对身份的混乱 我们这个将计就计 将谁搅魂 成功的获得了二张 跟孙策的信任 这个孙策幽魂包养我们 二张直剑包养我们 然后跟刘表 跟我们的联动 将两个忠臣同时打死 结果因为戒铝墓比较坑爹 使我们这个 加上这个觉醒孙策 跟这个戒铝墓的威力 威力强大 让我们的这个人数 人头优势 瞬间化为无形 还差点要玩的节奏 是吧 这个戒铝蒙刚才 那个一个火杀 非常的要命 但好在因为戒铝蒙戳了杀 不能再克己 所以他留不住牌 忍不住将两个桃子 全部吃光 被我们的大表哥 抓住 这转瞬即逝的机会 将主攻决斗带飞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 这个表哥 已经火力跟不上了 是吧 而且这个孙策 如果再动的话 他手上是有Q点 那个密罩 也不一定打得死 而且还有一个无中生有 还有一个什么 那个英姿激昂的这个技能 如果不是留表哥 这个关键的一个决斗 后面的胜负 不死随手 还未可知 好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玩身份局的时候 多注重身份牌的使用 那个体会到这个身份混乱 这个装身份的乐趣 有的时候这个身份混乱 不是你有意造成的 是吧 这时候 如果有别人在引导场上的身份混乱的话 你可以将计就计 混水摸鱼 当然也有 有的一开始 你就写好了剧本 就像第一个戒血鼠一样 一开始在八号位 就已经想好了 就是不跳 就等着主公来包养我的结果 后面的剧情没有按照剧本走 这时候你一定要坚持住 坚持住 那个尿牙坚持到后面 第一轮 没有第二轮 没有第三轮 幸福就降临了 好 我们下期再见